瑞士和德国的需求成为了金价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甚至一度超过中国和印度的需求 在购买需求增长的背景下 本年度金价上涨超过12% 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仍然是开始投资黄金的好时机呢 今年年初时黄金的表现的确不错 但目前尚不建议客户现在就开始投资黄金 我们相信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 看到金价增长引擎仍然会存在一段时间 其中之一是不同国家的需求在增加 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同时市场供应量潜在缩减的前景也推高了金价 而且脆弱的经济前景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让投资者们心存担忧 这也增加了他们尤其是欧洲交易者的投资量 2015年欧洲对金币和金条的需求已经超过219吨 高出2014年的12% 瑞士和德国的需求则成为了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 甚至一度超过中国和印度的需求 除了上述因素方面 金价上涨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即许多投资者选择黄金作为投资资产 是因为其价格不像资源那般变化很大 我相信上面的各种因素对黄金市场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近期耶伦表示 美联储将会在年内继续温和上调利率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且股市逐渐稳定的话 黄金投资是否会失去吸引力呢 虽然耶伦女士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及年内有可能数次加息 但我认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我认为我们并不会看到利率上调 之前吸引力超过黄金的高位 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份中看到的 加息已经在其被实际调整时段的很早之前 就被考虑到市场价格之内了 区别于首次加息的时段 我认为现在市场中存在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包括美国 中国 德国 甚至瑞士 都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感到惊讶 而一般来说 这样的基本面会对金价产生支持 如果看一些统计 那么我们将会了解 在这些我提及的国家里 对金币和金条的需求都在增长 2015年整年对金币和金条的需求 达到1011吨 2015年黄金投资的总体需求 较前年增长8% 而中国的投资需求增长超过20% 我认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是价格驱动的主因 而对利率因素还没有过于关注 在金价达到最高价的1920.94美元之后 过去5年里价格下跌了大约37% 那么您认为 未来12个月时段内 金价的主要驱动力会是什么呢 我也多次提及了不确定性 这里涉及货币贬值 还有波动性 同时还有最近提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这些因素都会给予市场投资者们一些暗示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让他们考虑开始多元化资产投资 以规避风险 同时央行们也有类似考虑 同样在买入黄金 这样导致需求增长迅速 2015年 央行对黄金的需求 大约在590吨 这是记录性数据 如果看一下供应量 在2015年第二季度 则是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跌 那么这意味着 未来市场中的供应量 将会被限制住 这也是促进金价上涨的驱动力 约翰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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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